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解释这一点 要首先谈谈古希腊 罗马人对中国的认识 据传 古希腊的地图学员起于公元前六世纪 哲学家阿纳克西曼德被认为是第一个绘制地图的希腊人 当时 希腊人对中国一无所知 以为世界最东的国家是印度 公元前五世纪 中国的丝绸已经远消至雅典城邦 然而自诩伯爵的希腊人仍不知中国在何处 直到亚历山大东征后 也就是公元前两世纪中期 生活在中亚和西亚的希腊人才获知 在印度东部还有一个国家 对于这个国家的具体情况 希腊人并不知晓 唯一知道的就是这个国家生产丝绸 因此 希腊人将这个东方国度命名为塞里斯 也就是斯之国的意思 到了罗马时期 许多罗马学者都曾提到塞里斯 在赫拉斯 维吉尔 奥维德等人的诗歌中 都曾提到塞里斯 然而他们对于塞里斯的认知 却让人啼笑皆非 例如赫拉斯曾认为 塞里斯人生活于印度的某个地方 气候炎热 生产一种长着绒毛的树 而丝绸就是由这些绒毛织成的 在古罗马博物学家普林尼 公元23年至79年 眼里 塞里斯人个头高大 人均两米 红发蓝眼 声音粗雅刺耳 可以活到140岁 同时 塞里斯人天生热爱和平 不惜攻占 做买卖极为公道 很显然 无论是古希腊人还是古罗马人 对于中国的认识都是极为错误的 而这种错误 还反映在他们绘制的地图上 克罗迪斯托勒密 著名地理学家 他生于公元90年 死于公元148年 是一个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的希腊人 此人自幼博学 几古希腊地理学之大成 曾撰写地理学一书 而在这本书中 托勒密绘制了人类史第一幅世界地图 以当时的水准来看 这幅地图已经具有现代地图的处形 地图上 大陆由欧洲 亚洲和利比亚 非洲 组成 世界海洋只看到西方 地图上区分了两大内海 地中海 印度洋 然而从印度往东看 原本属于中国的位置 却是一片空白 当时 中国还处于汉朝时期 而罗马人对汉朝 可谓是一无所知 由于不受世人重视 托勒密的地理学 逐渐失传 但是阿拉伯帝国建立后 修知欲旺盛的阿拉伯学者 开始大量搜集古希腊 罗马文献 转开了 大翻译运动 而失传数百年的地理学 也重新被发现 最近在叙利亚 曾发现了十二世纪的地理学 阿拉伯抄本 在抄本上 完整重现了托勒密的世界地图 而我们现代人 也终于可以借此一读真容 很显然 从古希腊到古罗马 欧洲人对中国的具体情况 都是一无所知的 公元两世纪的托勒密 不知道中国的存在 生活于五百多年前的亚历山大 就更不知道了 亚历山大曾立志征服已知世界 但中国却是个未知世界 无论从条件还是动机上来看 亚历山大都不可能东征中国 他甚至不知道中国的存在 相比于希腊 罗马人 当时汉朝人对于欧洲的了解却是相当的清楚 在汉朝人口中 罗马被称作为大秦 因为罗马人 长大凭正 有类中国 而在当时 罗马人确实黑发黑眼 中等身材 和中国人有些类似 此外 汉乃书西域还描述罗马 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 小国一主者书师 以识为成国 列治游庭 皆恶西治 有松柏株木百草 其王无有常人 皆简历贤者 国中灾一级风雨不时 折费而更毙 受放者甘愁不愿 很显然 汉朝人不仅知道 罗马是个大国 甚至连该国的民主制 都有所耳闻 相比于不知道 俄罗斯是否和英国有陆路可通的清朝 两千多年前的汉朝人 真可谓开眼看世界了 总而言之 亚历山大之所以不东征中国 完全出于认识上的限制 他们并不知道中国的存在 但若马其顿人真的进攻中国 对他们的命运也不看好 毕竟虎狼秦军可不是吃素的 接下来说 亚历山大死因之谜又有心结 或许在被安葬之时 他还没有死 历史中显赫有名的亚历山大大帝 几古希腊马其顿的国王亚历山大三世 在三十岁时便因其个人智慧和战略头脑 创立起宏大的帝国 此后 他被誉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军事统帅 在他有限的人生之中 每逢上阵出兵都会以胜利告终 没有输过一场仗 他的一生除了战绩之外 最吸引后是眼球的 无疑是他的死因 关于亚历山大之死 自顾有着不同的说法 因此使其成为一个历史悬案 在西方的文献中多为病患而死 有如瘧疾 悉尼罗合病毒 流感等都有记载 除了其死因令人热衷研究之外 最令人摸不折头脑的是 为何他的尸体死后六天都没有任何腐化迹象 而且为何当时过了许久 都没把他送到金字塔里安葬 最近有纽西兰教授提出其死因 或是因为患上 吉巴式综合症 或能借此解答谜团 传说中 亚历山大的尸体在死后 没有任何腐化迹象 纽西兰教授凯瑟琳霍尔博士认为 在古希腊文化来说 这是他们断定眼前这名君王是否深的指标 因此他们深信亚历山大大帝 其实不只是一名统帅 更是天上的众神之一 凯瑟琳霍尔博士 最近于一学术期刊发表文章指 按照历史文献记载 亚历山大基大可能患上吉巴式综合症 此病症能够因免疫系统 迅速损害神经系统 而令到肌肉急性瘫痪 而在当时的年代 人们并不知道这种病症 因此亚历山大可能只是 为死亡 按照记载 亚历山大在死时持续发高烧 并且出现腹痛 一段时间后 开始练路都无法行走 身体也不能移动 甚至不能说话 但凯瑟琳霍尔博士 指个历史学家都忽略了一点 文献指出 大地即使不能行动 不能说话 直到死前一刻 他的心智一直都是健全 清醒的 他指出 在自己的从医生涯中 接触了十宗吉巴士综合症案例 而循序递增的瘫痪 佩搭着清醒的心智 实属罕见 他只在这个病理上看过 他更解释 亚历山大的视觉 会因为血压低 意识慢慢变得模糊 最后昏迷 但一有机会 他的听觉依然灵敏 听到周边对继位的争吵 更听到埃及的防腐师 到达自己床边工作 当时 要判断一个人的死亡 只靠呼吸 如果他身体瘫痪 其呼吸就会相对浅 身体不能恒温 瞳孔完全放松 这样看起来 跟死了没有分别 且没有腐化 但事实上 这个所谓奇迹背后的原因 有机会只是亚历山大大地还没死 不过 有学者指出 凯瑟琳霍尔博士的论点有误 首先 凯瑟琳霍尔博士说 古希腊相信 尸体没有腐化 就是神 一说 其实只是以 罗马时代的希腊作家 普鲁塔克的说法为依规 他把这个说法 写在原本有关 亚历山大的死亡事件中 是因为他从头到尾都不相信 国王是被下毒的 当然 也有记载说 埃及人们相信他是神 但却从头到尾都与希腊人没有关系 另外 有关不立刻埋葬亚历山大大地的原因 很大部分是因为他的墓穴还没有准备好 周边的人都不停争夥他的尸体 更有说法指 是因为某些预言说 大地的尸体留在该地 能够保佑当地人 要知道 到底亚历山大大地的死因 不能单靠现今的医学知识 所有有关他死亡的记载 均散布在不同的古文献中 而不论记载篇幅的多寡 每一篇都是我们揭破这个谜团的重要线索 与其用现今医学研究他的死因 倒不如我们换个角度 研究当时的人 为何会认为他已经死去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